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冷门科幻恐怖片 变形蛇魔 蛇博士是一位专门研究蛇类的专家 距今已经研究了30年 某天他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丹尼博士 希望丹尼博士能够帮他寻找一位助手 丹尼博士并不待见蛇博士 因为蛇博士经常以研究为由 向丹尼博士索要钱财 而且蛇博士的脾气还很怪异 不过碍于以往的交往 丹尼博士最后还是将学生大卫推荐给了他 研究在蛇博士的家中进行 所以大卫要住在蛇博士的家里 因为大卫并不害怕蛇的缘故 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蛇博士饲养了一只蟒蛇亨利作为宠物 日常生活都带着他 蛇博士对亨利十分的宠爱 还会为他喝酒 就连看书也带着他 看得出来蛇博士将亨利当成了朋友 甚至是家人一般的对待 之后大卫见到了蛇博士的女儿克里斯 克里斯将和大卫一起照顾实验室里的蛇 只要不把蛇养死 那就算大卫合格 说罢 蛇博士当场给大卫掩饰了起来 教导大卫如何取蛇毒 这是一只黑曼八眼金蛇 被咬者会在一小时之内死亡 症状看起来和心脏病类似 很多时候被咬者都来不及注射血清 为了安全起见 蛇博士给大卫注射了自己特制的蛇毒抗体 随后蛇博士又带着大卫 见识了蛇的天敌猫幼 猫幼在见到蛇后 会第一时间发出急促的叫声 连野镜王蛇听了都得入放而逃 但后大卫突然感觉到倦意起来 蛇博士告诉他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大卫刚才注射了抗体 每过多久大卫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各种奇怪的场景接连出现 似乎是在暗示着什么 等到大卫醒来时 已是次日中午 蛇博士加盟外聚集了不少群众 原来是一周一次的演出时间到了 蛇博士将表演徒手抓眼镜王蛇 毕竟是专业人士 蛇博士通过熟练的移动手臂 吸引了眼镜王蛇的注意 这类蛇对高速移动的物体异常敏感 此时一位手持相机的群众 突然违反规定拿出了相机拍照 拍照的闪光激怒了眼镜王蛇 所幸蛇博士反应迅速并没有被咬到 随后蛇博士又表演了取蛇毒 这次的演出一共筹集到了18块钱 比上次好了不少 大卫简直不敢相信 为了18块钱至于玩命吗 而且群众真的不知道 蛇博士做的事很重要吗 克里斯解释道 大多数人只是抱着看戏的想法来的 有的甚至想看蛇博士被咬 因为眼镜王蛇的毒液量很大 血清又只对一般的小蛇有效 蛇博士如果被咬到的话 很可能会就此死去 由此可见 某些群众有多么阴暗 吃过饭后 蛇博士抱着亨利开始思考未来 他认为 未来会出现严重的燃料短缺 世界迟早会被冷血动物占领 深夜大卫猛然发现 自己出现了脱皮现象 吓得他立刻找到了蛇博士 蛇博士解释道 这是接受抗体后的正常反应 没什么大不了的 难道我会像蛇一样 每个月都脱皮吗 不 这种现象只会出现一次 某天小镇上的警察 突然找到蛇博士 因为蛇博士的前任助手 神秘失踪 所以他的家人报了警 对于前助手的新踪 博士表示一无所知 随后警察参观了实验室 还顺手帮忙 将一只巨大的蟒蛇 抬进了地下室 虽然前助手的失踪 与蛇博士有关 但由于警方没有任何证据 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 所以只好选择离开 某天蛇博士像往常一样 为大卫注射血精 地旁的猫幼 却突然对着大卫 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不过众人此时的注意力 并不在猫幼身上 所以这件事无人发觉 就这样 大卫在蛇博士家里 稳定了下来 而他和克里斯的感情 也越来越好 在之后的一次外出活动时 大卫主动向克里斯告白 二人因此确立了恋爱关系 入夜后 二人又一同观看了马戏团表演 马戏团的招牌节目是奇怪屋 团长声称 屋里有真正的蛇人 由于克里斯不感兴趣 所以大卫只好一个人进去观看 可没想到 蛇人的眼睛竟是人眼 根据学道的知识推测 这个蛇性生物 其实就是人类 大卫本想将这件事告诉克里斯 结果却发现 克里斯正在被小痞子搭讪 小痞子不甘心 输给大卫这个毛头小子 因此与大卫打了起来 直到警察路过 二人才不得不停手 出乎意料 小痞子竟意外地执着 愣是一路追到了蛇博士家里 不过他没有注意到一旁的亨利 因此被咬了一口 气急败坏之下 小痞子直接要了亨利的命 随后便扬长而去 克里斯伤心不已 而蛇博士则打算复仇 天黑后 蛇博士带上了一只黑曼巴 悄悄地来到了小痞子家 小痞子没有防备 因此被当场咬死 回到家后 蛇博士震惊地发现 克里斯竟然与大卫发生了关系 他要求克里斯离开大卫 但面对克里斯的询问 他又不敢讲原因 克里斯猜到了大卫有危险 但蛇博士还是以工作为名 强行派克里斯去外地拿货 并隐瞒了大卫身上出现的异状 大卫没有怀疑蛇博士 因此喝下了蛇博士准备的 所谓的镇惊剂 没事的放心吧 不用去医院 就在大卫感到万分痛苦时 丹尼博士突然前来拜访 说想见自己的学生大卫一面 然而没想到 蛇博士说什么也不肯同意 哪怕是取消科研经费 丹尼博士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此假意去这离开 然后找机会偷偷绕回了这里 然而蛇博士还是发现了他 找到大卫后 丹尼震惊的发现 大卫竟然变成了蛇形怪物 蛇博士从堂偷袭 将丹尼打赢在地 如今丹尼已经知道了 蛇博士的秘密 所以蛇博士是不会让他活下去的 很快丹尼就死在了地下室 克里斯来到指定地点后 却并未发现有什么货需要去 工作人员得知 他在找蛇后便告诉他 某马戏团里有一个蛇人 并且这个蛇人的眼睛还是蓝色的 听到这话 克里斯疑惑不已 蛇的眼睛怎么可能是蓝色的呢 为了一探究竟 克里斯立刻赶到了马戏团 此时的马戏团已经下班 就算克里斯想加起人参观 老板也不同意 所以克里斯只能偷偷潜入 见到蛇人后 克里斯震惊不已 因为蛇人竟是博士的前任助手 此时克里斯想到了大卫 难道大卫以后也会变成这样 另一边警方接到了报警 丹尼博士神秘失踪 据说他去过蛇博士家 虽然克里斯和警方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但蛇博士的实验 还是先一步完成 展开新的人生吧 你会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进化的第一人 无论面对多么可怕的灾难 你都能活下去 说完 大卫渐渐变成一条眼睛王蛇 蛇博士大喊道 国王万岁 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打算让另一条眼睛王蛇 和大卫决战 然而没想到 决战却被猫幼破坏 猫幼的叫声严重影响了大卫 另一边 蛇博士在放出 另一只眼睛王蛇时 过于兴奋 因此一个没注意 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等克里斯赶回来时 蛇博士已经毒发身亡 很快 克里斯也变成了眼睛王蛇的目标 还好警察及时赶到 他们竟然用现弹枪打出了单点伤害 要了眼睛王蛇的命 而另一边 大卫也即将死在猫幼的口下 而且即使没死 警察也不会放过他 总之大卫的结局是悲剧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算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